那双方阵容调定 淘宝这里的阵容看起来就非常的暴力 上野双战士 是的 然后泰坦能打先手 左边这个综艺应该是得换的吧 那必然是换的吧 一开始 善克斯在野区连探草丛 刚才是想给个眼镜 眼镜也成功给到 这也是涛博这边就在这里等他 也知道妖机一般会卡这种地形 上来直接去给巴夫放眼 所以直接在草里面两个人等 但是还好一点就是控制链没有衔接到 因为第一线太坦 是不是不在正面 因为第一场比赛 其实当Night使用勒弗兰的时候 他就这么在 这个蓝色方的红区这么去做了 就是妖机 很多妖机都会选择一级的时候 放这边一个眼 因为又安全又不会被发现 是的 相互做了视野探查 红色方的涛博 下了双人组先上线 赵姓来单开上端的红 赵姓这边是带了扫描 但他没有去选择 所以两边的打野 都是包容在对方的一个视野之下 就把福耶哥还是一个下开 并且他去刷了石头人 那感觉这边 阿威六四露露 可能还是要稍微放下 现在小心一点 是的 又会变成这种能推 但不敢推的这种情况了 福耶哥是一个 刷野路线 同时福耶哥的位置 已经被红色方 套博拼到了信号 告诉了大家 福耶哥就在这个位置 开局的眼睛立功 中路上连续两局 双方这个中单 交换血量都做得很积极 色提 在上单对线中 他是很多这种近战英雄 在早期都非常痛苦的这种对位选择 早期打不过 是 那等到后期肉起来之后 色提大招抱的还痛 尤其是很多这种肉上单啊 面对色提在后期的时候 自己被抱一下没事 队友叫苦不迭 对 奈克的维格托 一开始还是发挥着 英雄上的优势 推进了妖姬的兵线 推线很主动 就为着福耶哥选择去近野区 身上没有眼 因为一开始其实蓝色方W是 由香克斯这里是点了红色方的视野的 好 现在把石头人给反了一下 是 那他这波近野的话 就很冒险啊 对 而且他这波感觉不是很转 转组石头人 导致自己的河线没打 很长的时间是浪费在路上的 对 而且万一这波小鹏选择了近野区 他又很亏 就只能说还好小鹏这边 他是想去先去吻一下自己的发育为主 对 他的想法是赵信一直从上往下 一直在下半区刷起来 然后自己呢 上半区反石头人 回头破盾打核刀讯解线 再把上半区的野盖给刷完 对 想法美滋滋 是 他刚刚位置已经漏了 所以感觉下核蟹套不应该可以吃到了 是 毕竟下路有限权 那边太太长戏一勾没有勾中 赵信直接双核蟹开局 虽然说现在的双核蟹 也没有以前这么的值钱了啊 前期被削弱的比较厉害 但是毕竟在早期的事业方面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没错 这保护一下自己的边线 太太这边勾到露露带 反身被定 然后被揍了一套 你小鹏这边也是镜像直接过来 反掉了 回个刚刚刷新的石头人 嗯 感觉小鹏完全不亏啊 是啊 这 刷野的这个组数一定是比你多的 这个位置 不过马上就要被抓到 能不能及时撤退 看到露露 这露露做一个位移 上面这个这边W也中 调解露露 打露露一个闪 同时 想撑到view过来 所以stay打的也比较主动 但自己没拦了 那金克斯放了一个夹子 帮助自己的队友撤退 是 马上就要到五分钟了 就W前两把都是在五分多钟的 这个时间动的第一条小龙 但这把他们下路没有限权 而且下河线也没有把握 感觉没有说特别的好去直接打 同时因为辅助可达 本身作为一个软辅的情况下 刚才这波交火又被打得出了闪现 这对于W整个下半区的掌控来讲 又要打了一个折扣了 是 而且这波Will也是在对面的视野下进的野区 这一组魔爪哇真的能反吗 赵新也过来了 赵新马上就来 而且可达这个位置反而是更危险的 因为它没有闪现 先泰坦被动一定 再加Q技能往后一勾 自己交闪 小鹏身上被套得虚弱 Night就在旁边 一道激光刚好被闪现所躲掉 但是背后还是要命丧当场 小鹏也要被换掉 两边打也打了莫后换 湘克斯 但是泰坦这一勾 先勾强再定可达压 最后的残局的对拼 Stay很生猛 这个轮子很多 还差一下普攻 最后是W打得略赚 这波人头交换 确实交换的蛮凶的 最后应该是打了一个 二换三吧 是的 其实主要还是 维克托过来的时候 没有六级 他闪现给了一个立场 蹭了一些助攻 但一开始的一个 结果目标选择的是 佛爷哥 这个爆炸鼓势弹的角度 好像没有特别好 再加上泰坦 他的冰山增幅没有很肉 而且这个立场 也是指定到了 一个低线阵亡的佛爷哥 后续就没有更多伤害了 再加上这一波 一个白刀的厄斐流丝 这肉搏战太厉害了 就在人群中一直疯狂的 拿自己的轮子去刮人 是 走看看人头的这分配情况 W是双C各有一个 而另外一边 涛博是中野吃到了人头 早期这个碰撞 双方并没有拉开经济 出国反正维克托是转的 毕竟两个助攻到手 嗯 现在已经直接可以进化液了 现在清线肯定会更主动一些 而且这一把 因为打的是一个洛夫篮 所以他是直接先做的水银鞋 这场水银鞋还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 面对一个高爆发的勒夫篮 为了多千 保证自己稳在线上比较好 我们看 香格斯的走位 打得很激进啊 直接刚才触发了电信 下落 W也在给着涛博线上压力 中下两条线 W都尝试着给一定的压力 这波 瑕疙穴我马上就要刷新了 打野带着下落拴组 直接往上面赶 另外一边 涛博动的也很快 直接要跟上W的步伐 九筒这波回家 如果要赶团的话 得踢线上的这个 对塔了 踢到了中路塔这边 在W这边还在槽里面做埋伏 那是这个位置被留下的 没有闪现的 要被炸回来了呀 厄普特斯直接收到这个人头 这边奈特有点不小心啊 确实 就是W这波蹲的也是比较好 在没有视野的位置等 因为上演套博这边 应该是有河蟹视野 他们应该也知道 W没有去打 对 所以位置站着有点靠前 算是W这个峡谷前锋 可以收入囊中 炮博必须拿小龙做交换了 外国小龙也还好 那结合着前两个小鱼的情况啊 咱们不难发现啊 估计W这个峡谷前锋 等会又是顶中塔 先顶中塔提节奏 现在推中塔的收益还蛮高的 但主要还是要看 自己的下车双人组在哪里 是 因为我要下车双人组推塔的话 肯定是最稳健的 嗯 那这波是直接往上面靠 做么一个人在后面藏起来藏住 但这个位置队友支援不了啊 妖姬也过来了 赵姓还在下路 金克斯应该想一个人去摸摸塔皮 谁把这么就在后面 藏姬也过来 已经过来了 泰坦海克斯当里面海克斯 这抱回了Viu 露露疯狂声声让给他抬头 但是在塔下有一个Q弦的勾回 反复的拉扯 弗耶克根本就逃不出 防御塔的范围 这波走一步就被拉回来一下 走一步被拉回来一下 Viu好难受呀 是的 泰坦一勾啊 这个色体一拽的 嗯 而且可以看到他的闪现 还是刚刚才转好的 死前是没有的 只能眼睁睁看 自己闪现在独秒 然后自己在这边疯狂被拉 是的 这Zoom来了一波大蹲服 这一开始还以为他这个位置不太好蹲 但是后来 因为正面来的只是一个泰坦 嗯 那后面维克托的这波游走 还是提供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是 W本来觉得自己人多势众 是吧 大家一起把上路的摸一摸 如果这个血量比较低的情况下 一头下过前锋就撞掉了 但是结果 也去蹦出来一个Zoom 而且当时我还有看到洛费流斯是有在往梅事业的地方去丢一丢通BQ的 都是没有丢到 你看Zoom先出来调整了一下小小的角度 硬生生抱回他下 而且这个位置也是正好AO一把冰全清了 太坦这边勾也是可以成功勾到 是 W一波不行再来一波 这不应该就可以推掉了 想把这个塔给撞掉 两层半 一层塔应该直接有了 那就是让ADCState去发育一下 另外一边JK Love的金格斯和酒桶在下路单对单 我们看到酒桶的大招是进入了CD 刚才似乎是先手了一波金格斯 应该是有去做尝试 但金格斯这边双招都还没有交 不过就是 刚刚W一直围绕着State来推进 然后金格斯一直是单持经验 导致现在AD又有了一点等级差 右下角有一波回放 是想给他炸塔下 就打了一波 这里只要ADC走位比较小心 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在没有提供任何先手控制的情况下 强行硬炸回塔下 只要还有双招 是的 就算炸出来的话 只要他吃不到塔的伤害 酒桶伤害也不一定够 继续回归了双人组在下落的对线 一度曾消失还有一会儿 这段时间因为 上塔W已经给优先给撞掉了 所以说Zoom自己的站位要比较的小心 上满区的野区视野 涛博是输于保护的 又是由泰坦的打牵手 旁边飞一个就在 这个时候红白刀 阿贝罗斯直接贴脸 照星也旁边过来掩护 很想掩护着阿水 再多绝取一些资源 就不能光让你恶斐流斯一个人肥 不过恶斐流斯这边虽然吃了一个满肚层的塔 但是是有人在分钱的 现在跟金克斯经理两个人只差了三四百的样子 不过辅助这边差很多 看下上路 上路这里Zoom打的还是非常的主动的 毕竟是反手拿出了色体这种英雄 在线上还是要打出一些压力 还是要凶点 团战的时候对于涛博来讲 泰坦可以提供先手 同时Zoom的色体 只要找到很好的这个绕后的空间 也能对W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肚层也即将消失 同时下方的这个小龙马上刷新 这个时候双方其实是要抢中线的 W做的更加的主动 要看这条小龙的归属 W想去先落位 维克多甚至交了TP过来 小龙还是都想打的样子 对 两边AD都是 这两边除了酒桶 都有神话装 甚至露露都有了神话装 泰坦那边经济还是有点落后 泰坡中路先推线 先过来落位 直接先手到了阿菲流斯 哦呦 金子导弹是轰在了众人的面前 阿菲流斯是走过来放眼的吗 直接走到了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把自己的闪打出来了 这不阿菲流斯没闪 泰坡战局优势了呀 是 第一天龙口子被站住 准备把龙拉出来 先打个河蟹 河蟹轻松打掉 酒桶在人群当中 炸一颗效果并不好 但是菲流斯直接过来 把龙给逞了 同时大招规避掉了泰坦的一勾 再交一波闪现 别把Stay给炸下来了 我的天 泰坦这边直接超远距离 虽然机会一下威尔 但是后续也跟不上了 但这一波 小鹏都已经提前开大招 去扫对面的伤害了 但是没 就威尔走过来 平平摸起一个逞间 对 就硬生生一个逞 这波还可以顺势来把 这个第二条 下锅先锋给吃掉 W这波还是很舒服的 虽然AD跟打野都招了闪 但资源拿到了 这波套博很难过呀 本身铺垫了这么多兵线啊 等等这些东西 结果你就这么一个惩戒 把我龙给拿了 而且W这波防守也防得比较好 就没有说所有人都去打这个先锋 先锋确保能打掉的时候 双碎直接回来手中塔 也是没有给到套博 可以把这个中塔换掉的时间 哎呦这场 这一个BO3 VIO抢了好几次 这样的中立资源了 嗯 这小朋友有抢 两边打野都在互抢 嗯 那他现在担待一下 同时W想中路释放这条下谷前锋 他们 在前两个小局 都是对于TOP的整个中线 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第一局直接推进TOP的中一二塔 第二局也是依靠着推进了TOP的中一塔 帮助自己攫取了比较好的这个视野优势 看这个血量 对线期的时候 Nite把它守护得很好 是 但是也没有办法 毕竟有一个侠股心 哎呦想包想包 结果想包 赵信直接一个枪阵 打飞了Stay Stay 疯狂生长过后 一个罪名定三个 哎呦居然让他 跑了 这能走的 这九筒这个大招 感觉炸的真的很好 直接把敌人炸开了 因为按理说 没有闪现的Stay 在这个位置被留住 有狂风 感觉 真的一个狂风都不够 救不了他 那结果 跟队友的一波好配合 哎呦这死里逃生啊 本身赵信这么一个横扫 以为Stay要交了 确实 这一波有惊无险 那这一波 W又能反推中路了呀 对又能反推了 而且他们状态还都不错 是啊 这个时候涛不是回家补给了 那这个中塔感觉 大概率能推掉 嗯 这肯定是要推了 这小鹏没大的 没大的 只能眼睁睁的看这个中塔调 有大还能上去捅一下 大一下 突然之后 直接通过野区去做视野 然后来转下 感觉大率这个 节奏打的还是蛮流畅的 嗯 是的 而且几个人要抱Night 色体赶紧过来帮一下 直接亮手TP来保护 Night这边 AO一套也打到了腰肌身上 是 后面 下路三组跟达也赶过来 但对面已经撤退了 色体很生气的挥动双拳 对着甲腰肌 收到了25块 那肯定经济还是重要的呀 就算这要是假的 这个钱该手也得收 是的 就当排个演吧 嗯 趁着W几个人回家补给 涛博也赶紧提一提速啊 扫一下W的下半野区 做一做视野 嗯 不相思还挺稳的 这翠绿屏障 直接做出来了 最近的妖肌已经 没有说那么常见 第二天接女妖的妖肌了 可能去年还是比较多 双方回合之游戏 你推一波 补给一波 然后我再反推一波 在涛博的这个推进回合结束后 达博开始就主动推进中路的兵线 这个时候分勒夫兰 去下路分推 就开始回合这游戏 下路这个塔 来大律这波转型 应该是可以拔掉的 嗯 因为达博毕竟 是更早推掉中塔的嘛 然后他们这波兵线反推过后 又围绕着下半区 去做视野 对 而且上一波 套博在Night手塔的时候 还差点出事 交了个TP才来保 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塔 没发手 是的 不过第一时间 几个人也没有 直接转下去给压力 小龙马上要刷新了 又开始抢河道的视野 这个时候 腰机和扶野哥 从下路赶了过来 占据了河道 批批 又是大招的先手 想找小鹏 但是即使找到小鹏 也有大招可以规避的 这个位置感觉 涛博人刚刚都算 撤离了一个正面 他还是能把自己 大招丢出去了 这个位置感觉 又不用被开了 自己被先手 露露风光生 也给他没有用 直接被收掉了 静克斯 JK老夫 现在有红buff 在后面疯狂的收割 静克斯已经起飞了 色气一个冲拳 配合着静克斯的 后续的伤害 直接让静克斯再拿人头 这波可以直接去转大龙 静克斯这个位置 可以不用再摊兵线了 但还是刚刚那个问题 就正面可以看到 超过几个人已经拉出了 就九筒可以很好 开一个距离 除非他是直接什么 一闪而这种 但他只是丢了一个大招 然后把招性炸到墙上 其他人是炸走了 W的Bio哥 有的时候确实是容易上头 Bio哥真的是容易上头 你开的还有点急 导致这波自己的大龙小龙 都没有 大龙没有守下来 小龙这边是可以 稍微去吃一吃 是 就是Bio哥他非常喜欢 就是盲目的去打一些先手 太想着去找一找这种机会 但是九筒的大招 他不像莫甘娜的Q技能 你抽一抽奖 九筒大招 你刮一次就没了呀 CD好久呢 是啊 这边能看看 他们确实应该是沟通想拍的 也知道色提第一先不在 因为色提也没有TP嘛 但是就是 被对面抓到了他这个想法 直接打了也不反打 而且这都属于 九筒都走 在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走到脸上 给套波去开了 这 走有点太远了 是的 这送上脸的这个大礼 陶伯这必然是 啊 要接到了 而且这把Bio的出装 还是一个兵权的出装 他没选择去练金罐 嗯 那兵权其实对于打先手来讲的话 肯定没有练金罐那么好用 机动性本身是要差一些了 嗯 陶伯看看这个大龙buff 直接入野 慢慢去磨塔吧 反正上路这个外塔肯定要掉 然后桌上两路线直接齐推 是的 这几个人一入野 W的整个上路就不能去了 慢慢在野区 收野怪 做视野 等着奈特把这个防御塔推掉 兵线带过来 还让一下蓝buff 蓝buff得给左手去吃 中路这边 色提一个人 其实顶不住对面人的推进 他只能放线 嗯 但他现在TP已经CD好了 阿瑞这样抛过来 但是BioBio已经沿途都被视野所看到 想强行去留吗 对 他就一副我要绕后的样子 所以让泡波这边正面只能撤 是的 而且主要因为这波推进 也不是两路线起退 但太太这边有点被留住了 主要叫得不闪现 善克斯跟闪现 接W踩将其收掉 但是混乱风暴烫得 大家也很痛啊 直接把两个C位都给烫残 BioBio再次落单 AOE打的确实太久了 配合金克斯的一个大招 直接收下了九头 而且正面的话 色提这边也在拆塔 中路塔马上就掉 下路塔这边也能拆 两路其退 而且刚刚主要是维克斯多这波AOE 把W这边人都打残了 所以这波是完全有机会 拆高地塔的 是的 混乱风暴 它很混乱 上塔掉 追鸣枪 但是 State瞬间就被打残 但是金克斯被 邀机的伤害直接融化掉了 但是套博其他几个人 还是很生猛 尤其是个色提 直接杀到了防守塔下 一个蓄意红拳 直接砍下一波W跳 好痛啊 香格斯这边虽然两采 是击杀掉了金克斯 但是后续自己的队友 还是扛不住 套博这边前排的伤害 这主要是赵星跟色提 两边冲到前面 去把人打退了 最后还是让套博成功的把W这边上路的高地水晶拿下 嗯 这波过后 套博的经济领先达到了6000 哇 金克斯回家三件 三件套有了 现在W要指望着香格斯都去找些机会 再看这里一开始 罪名一定 先打出灼的闪现 但是最后我们看这个混乱风暴 在人群当中肆虐 还追着跑 感觉这个大火箭 如果不中标标 打到更远的位置的话 说不定能收割后排的人 尔总这里 闪现 Last Day Boss Day 杀到后排 带着近6000的经济领先 这条小龙也即将刷新 这个时候对于蓝四方W来讲 就只能B站了 或者是尝试去抢吧 毕竟现在战略点已经触发了 哪一个小龙可以多补一点团队经济 但是福耶哥抢龙的就跟之前的 有点难 对 跟之前赵晋抢龙就不一样了 而且主要是现在的情况 跟上下小龙也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 经济差已经拉开 自己的上路高地是被迫的情况 这个时候可能野区都不太好近 因为涛博这边也是在抱团 直接推一个夏二塔 推掉之后 等于说大陆队的所有外塔 都已经被拔掉了 现在事业压力太大 而且涛博甚至不想等 这个小龙的样子 向克斯在团前 给了拙一些消耗 哇 好可惜第一线 九筒没在正面 当时确实福耶哥 找到一波很好的机会 直接把金克斯W住了 而且他金克斯是没有带精华 带的是一个治疗 当时如果九筒在的话 可以考虑炸回来 这个时候九筒没闪啊 本身他的这个开团 距离就比较有限 小龙马上要杀了 看一下涛博现在的选择吧 而且你看他ZUM和小鹏 这两个重装战士 就这么顶前面 W不好去打先手 标记在侧翼 再给一些消耗 正面直接去开 九筒瞬间融化 金克斯开始跑起来了 耐特 混乱风暴是被克莱亚变成了小动物 好歹是没有收到克莱亚 但是在正面 W已经完全溃败了 是的 W最后一丝血 还是让金克斯这个红buff 应该是给烫死了 那正面击杀掉了三个人的话 感觉涛博是完全有机会去一波的 是的 下落冰线已经来 上落冰线马上就到 现在是妖阶跟鹿鹿 那中斧两个人守不住啊 妖阶双踩踩进去 冰都清不掉 没办法去 红权差点轰死 维克多赶上了后续 给出了激光伤害 堵在了泉水 那我们要恭喜涛博 在这场对阵W的BO3中 让一军 将比赛拿下 恭喜涛博 这样涛博 迎来了自己开赛的第二胜 总战季为两胜一负